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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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是 那巴特尔因为在国内打过很多比赛 那所以对于中方的一些特性 一些招式 其实他都辽若指掌 所以今天这个李文坤打起来就相对比较辛苦一点 这一回合上来真的比第一回合还要激烈 是 李文坤又把他的霸气拿出来了 对 但是蒙古的巴特尔这个小伙子就是非常冷静 面无表情跟你对攻 打中 不错 现在李文坤的这个拳法组合是有点中断式的拳法组合 就是看准再打 打完再看 对 就是有霸气 也有这个 有冷静 对 也有冷静 要不然这个拳的准确度没有那么的准 是 哇 这个李文坤不小心地中了一记后手拳 后手拳 后手拳 所以李文坤加了这些摇散 那话说今天李文坤的这个干打还没出来 就是他师傅小胖魏灵辉的绝技 干打还没出来 加低加低加低 不要追 不要追 重点就是放在这个蒙古人的头部 没事没事没事 糟糕 糟糕 这个蒙古 蒙古 蒙古选手今天拳法特别好 这也是星辉伯队的教练 对 裁判 有了一次的提示 是 双手估计 没想到事隔多日 这个蒙古选手巴特尔的拳击技巧变得特别的好 因为以前威姐会过他的比赛 没有想到他的拳法进步那么多 巴特尔对拳法限度多 摇散度多 命中率也不错 所以让李文坤的重拳 没办法好好的发挥 好 两个人开始揍搏战 你看这个李文坤的后手全被躲掉了 双方会拳 哇 哦 这个巴特很难缠的 除了拳法好之外呢 还有七级 现在简直是一场拳击赛了 两个人都在拼拳 是 不过这个拳就是这个格斗的基础 所以拳一定要练好 对 好 这上钩漂亮 朋友注意一下 自己的头部防守 好 十秒 好 十秒 两个人快选 快走 哦 这个是金山啊 再拼着上去打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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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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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總是